來到農曆九月,伴隨著初一在天平座二十四度發生的新月 不知道對各位運勢上會有什麼整體的影響呢? 不過先在這裡做一個general的提示 十月底Halloween那一天的氣場 宇宙的池場的升級非常差 很危險和容易出意外 希望大家乖乖留在家裡,不要外出玩 尤其是巨蟹座的朋友 同時在這裡做個宣布 如果有追開我升運的朋友 追了很久的朋友都會知道 其實很久以前曾經有一些計分制 是為了鼓勵大家給多一點熱烈的反應 現在開始會重新用回這個系統 就是看每一期升運大家給的留言、讚、分享 哪個反應是最熱烈的呢? 下期就會先出發 詳情麻煩看每一個升運的文字 下期就會教訓大家如何去計分 這個計分看反應 對 計分看反應 對 在今期是尤其重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有機會在農曆十月那一期升運 我會暫停一下 但是 今期最高分 即是 反應最高分的三個星座 那我在農曆十月都會破一破例出 最高分的星座運勢 而我自己都有一些私心 我是非常之希望巨蟹座和摩蝦座 香港人也叫山羊座 起碼這兩個星座會勝出 因為這兩個星座到農曆十月的運勢 簡直是板板聲 所以我很希望跟大家去報家音 去分享一些喜訊 究竟這兩個星座是怎麼那麼厲害呢? 這個時候就肯請大家不要在這裡怨我 為何要取消農曆十月的星運 因為有一些更大的甜頭在等著大家 就是塔尖暖南 繼上一輪的免費二尖之後 現在就是再預歸來 強勢回歸 在這個動盪的時勢 再為大家去做一些免費的占卜算命 去看前程 所以為了減省的工作量 就不得不取消一期的星運 有關這個免費二尖的詳情 會陸續有來 就肯請大家密切留意 無論是上升還是太陽射手座 香港人又叫任馬座的朋友 恭喜大家 你們接下來會有些賺錢的機會出現 不過又要去賠一潑冷水 因為這個機會其實是會幾 go against大家的道德標準 或者是一些本來已經有的人生哲學 一些人生的價值 OK 當你們去接受這個機會的時候 你們也會去認清楚原來自己是幾渺小 還有幾無力 OK 還有可能你們是需要做一些 陰質的事情 可能去出米是一些朋友 才可以得到這個賺錢的機會 所以其實是一個 就是它不是一個這麼完美的機會 OK 所以預先在這裡勸大家 有一種 就是 永不後悔 就是 你當你走了 你決定走這條路 就失去 OK 之後不要有這麼多的投訴 還有 真的要去 去吞了自己的一些 偽懾 或者是一些 恐懼 不要那麼擔心 還有射手座一般是很樂觀的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亦都令到你們去學會 原來這個世界上有時候做一些事情 是真的不能夠兩寸其美 要學會去辭職的 OK 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 我覺得 還有 原來這個賺錢的機會 亦都是有可能是牽涉到 你們要做一些中間人的 好 講完這個賺錢機會了 農曆九月你們很想去見朋友 有的 但是 關於一些健康的問題 你們也會有一點點顧慮 我相信 他可能是說肺炎 不單只是擔心健康衛生的問題 亦都是擔心沒有時間沒有錢的問題 所以 我覺得最後不如不要見 如果又要見又要這麼多的擔心 還有 其實如果見的話 會比較容易跟朋友有一點點矛盾 不單只是朋友 原來對於男女朋友都是同一回事 所以 聽到那個人際關係 都是比較容易會吃屎 抱歉 提續續 會比較容易遇到一些障礙 還有說真的 對於那個 擔心沒有錢沒有時間 這個未必只是你自己的擔心 可能甚至是你的朋友 你的男女朋友 都會有這樣的擔心 所以 其實可能是兩個都一起在那裡 熬窮 或者是 都有一些比較差的遭遇 所以 正所謂那個 叫什麼 因為這個天明座的新月發生在十一宮 那直衝你們五宮的白羊座的火星 再四分了二宮的魔蝶座的星群 那 所以 今個農曆九月 有一些 比較難的決定 真是如與紅掌不可兼得 要去做 是什麼決定呢 就是關於 究竟你們是會花錢花時間 落一些長期目標 還是貪一些一時的歡樂 例如 第一個比喻 就是 給你一塊錢 你究竟去買一隻魚肝 還是馬上買一條魚來吃掉它 這個是農曆九月非常需要去想的問題 如果不懂得去做決定 當然 是可以來找我做一些比較 personalized的塔羅尖簿 或者是一些尖聲器盤 最後 如果你們是有小朋友的話 小朋友就會消你們的錢 例如他們健康出了問題 所以要經常看醫生 同時也要注意 尤其是趨近十月尾 各下的父母 公司的老闆 那個上司 或者是你們的下屬 例如 什麼叫下屬呢 原來家裡的工人姐姐都包括 叫做你的下屬 這些上屬的人物 都是會比較容易出現病的 還有你自己也是 在十月尾的時候 所以我們知道 咦? 如果你是和你們父母一起住 還有家裡的工人姐姐 還有 如果你經常都是 即現在不是work from home 是經常都要上班 見到一些上司的下屬 那就要小心 莫非會出現一些交叉感染的狀況?